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 妈妈 你咋不吃饭了 喜欢再吃吗 你要跟我一起吃吗 我做一个小狗和小羊 好朋友题目是不是 小狗是你 鸭子是你弟 你就把它写成好朋友 我看一下你这个 你这个是咋回事 你这个脸跟这边抓伤了 咋回事 这边没抓伤 抓伤了 有同学欺负你了 那你谁欺负你 你有没有跟老师讲 老师只说是大事才能够 就是那种 就你肚子疼得直打滚的那种 才能够 那这种就被欺负不叫大事 你跟我讲 这种老师说 在球里找他们妈妈 行 来你直接说 那三个人 我直接找他们妈妈去 是谁先动手的 是你先动手 还是他们三个先动手的 他们其中两人先动手 先动你 他是怎么动手的 先是无声为 先是那个 谁先动手的 他是怎么动手的 先是那个 动就因为动手的 他怎么动的 先是动就因为 无声为动的 然后呢 他怎么动了 他是打你呢 还是踹你 还是怎么动 你给我演示一下 怎么打 你就把我当成你 你就当成五花生 来 行 他怎么弄的 你告诉我来 就是 实话实说 就是那种的 哪一种 有的时候 他们用头来顶 有的时候 我没摸他 坐在这写 所以他们用头来顶 我看你 把桌子给顶发 顶你是吧 对 就无言无的顶你是吧 对 行 那已经欺负你 多长时间了 三天 三天了 那你咋不告诉我呢 你咋不告诉我的 嗯 你咋不告诉我的 你记着 江基婷 你在学校 如果不是你动手的 他们欺负你的 如果你不告诉老师 你回家必须告诉妈妈 听没听到 可是我给找个理由 有啥理由 只要是他们先动手 就是他们不对 他们让我赔钱 赔啥钱 赔雨伞 你来说他是 我弄坏的 其实他是用 雨伞先攻击我的 我为了不让他转容易了 行 那他本来就是坏的 就是 谁的雨伞 你给我说 我这三人 马上到群里去找他家长 你给我说 跟他们三个人一样 如果再动手 你就告诉老师 如果老师不管 或者是老师太忙了 你就找妈妈 我替你管 可是就是从一年级开始 我把报告 老师就不理我 你知道为啥吗 不知道 如果你学习 你是你办第一名 老师就理你了 为什么呢 你说呢 除了一些大师 老师 对啊 如果你要是你们班的班长 你是考第一名 哪怕你同学 你班长报告一下名字 你说老师 他把我书包扔地上了 你说老师会不会管 你把作业给写了 时刻的啥啥啥 我现在找他们家长 然后给我给你挣个蛋吃 妈妈跟你讲的话 你记住了没有 第一 在学校受欺负了 只要你不是先惹他们的 如果看不到老师 你找我 第二 第二你给我记住 第二一定要好好学习 为什么 等你学习好了之后 他们都不敢欺负你 你看 你看这三个学生会欺 你看这三个学生会欺负你们班班长吗 会欺负你们学习好的同学吗 他们敢还是不敢 你说 有没有欺负 他们有欺负你们班长吗 有还是没有 没有吧 是不是 我都跟你们那三个同学 爸爸妈妈都联系过了 他们说明天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知道吧 如果明天他们还欺负你的话 你去告诉我 我直接跟老师讲 知道吧 开饭 做好吃饭吧 好了 我们吃饭了 今天开心吗 开心 妈妈 我有点想笑的是 你刚刚说那个孩子 说那孩子 好了 就到这里了 那个也跟家长联系过了 两个家长都在孩子说 给孩子批评教育 另外一个呢 就说咱家孩子做不到那样的事情 但是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不管是做没做到 每个人的家庭 都有每个人的家庭教育方式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大梅了 记得给我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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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